法国警方开枪打死少年 引发的骚乱持续延烧 连续几个晚上的示威行动 罗网人数超过2000人 今晚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强调 随着警方连夜部署了45000名警力 星期五的暴力骚乱程度 相较前几天似乎有所缓和 不过马赛却有中国游客的巴士 遭到暴徒袭击 导致多人被砸伤 游客被迫提早结束行程 结束这趟法国惊魂之行 接到四处火光 轿车四轮朝天 17岁非议少年遭警员枪杀 在法国掀起的抗议怒火遍地开花 法国当局誓言平息暴乱 派遣超过4万名警力 到骚乱地区维持治安 过去几天 在巴黎 马赛和里昂等地 逮捕超过2000名示威者 星期六一天内也再有200人落网 尽管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声称 和前几晚相比 暴力程度似乎有所缓和 但是马赛却传出 有旅游巴士遭黑衣人袭击 47名中国游客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夜晚 根据报道 瑞席的旅游巴士载了41名中国游客 当巴士即将抵达酒店 突然遭数十名黑衣蒙面暴徒围攻 暴徒用石头扔砸巴士的挡风玻璃和车窗 导致多名乘客被砸伤 一度有人冲入巴士内 让车上的游客饱受惊吓 索性司机沉着应对 最终巴士平安离开骚乱区域 中国驻马赛总领事馆在接货通知后 第一时间协助报警 为了安全起见 旅行社也临时更改行程 提前离开法国 中国驻法国使馆 提醒旅法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局势变化 尽量远离案发地点和人员密集区域 加强个人和住所的安全防范 遇上紧急情况时 即刻报警或向理事馆求助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以来 法国却频传暴力事件 势必打击马克龙的 第二个总统任期的表现 这也是马克龙经历养老金改革 引爆的抗议活动后 法国境内因为警员暴力事件 再爆发骚乱 导致马克龙被迫斩言 原定这个周末到德国的访问行程 协下他今年第二度 为了应对棘手的骚乱事件 推迟和国家领袖的会面 英王查尔斯三世的国事访问 早前也因为养老金抗议受影响 巴黎政治大学专家认为 骚乱对马克龙而言是坏消息 因为马克龙一直希望 能顺利进入夏季 完成内阁改组 以重振政府 摆脱养老金危机 另外历史学家 加里盖斯则认为 人们将根据马克龙 平定紧张局势的能力 来评判他 软弱和优柔寡断的表现 将动摇他的公信力 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 在2022年的立法选举中 失去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 因此他的情况可谓四面楚歌 需要步步为营 截至目前 马克龙并没有宣布 骚乱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右翼政治家 早前不断敦促法国当局 颁布紧急状态 根据法国世界报 马克龙试图通过 大幅加强警方执法 和利用政治沟通来解决骚乱 采取除了颁布紧急状态以外的 一切措施来维护国家秩序 维护国家秩序 进入属举eton 这个问题是 根据法国家秩序 击散击 所以就通过了 联合 调整 天 着 这